这个女人可不简单,精凭一个动作,就让小伙摆倒在了她的美颜值下,就当她看得起金时,金姐的父亲突然走了出来,要来检查泰勒的修船情况,为了避免自己小心思被发现,泰勒只能谎称自己一经将船修好,可话刚说出没多久,老金父亲就差点被船翻打倒,他只好尴尬地开始解释船上其他零件也需要加工,但好在金姐父亲并没有为难泰勒,还以每个月200块钱作为工资,直到船只修好为止,这样一来,泰勒不仅能赚钱花, 还能时不时看上金姐一眼,但让她没有想到的是,隔天晚上,金姐居然主动找上了她,希望她能帮自己泡窗打开门,要不然她今晚只能流速街头,健壮,泰勒想也没想就答应了下来,砸碎玻璃后,便直接脱下衣服冲了进去,然而不幸的是,她的腹部被玻璃划出了一个伤口,金姐热情地帮她拿来了一个窗壳贴包藏,这是两人第一次如此近距离的触碰,一瞬间,周围的气氛不由地尴尬了起来,经过这件事情后,泰勒跟金姐的关系越来越紧, 两人经常借着修翻船的理由待在一起,即便金姐父亲即将发现两人的关系,他们对于这份爱依旧没有产生退缩的想法,本以为两人之间的感情会一直持续下去,谁料,金姐突然给泰勒打来了一个电话,还没有说上两句,她就忍不住哭了起来,泰勒意识到情况不对劲,直接闯进到了金姐家里,看着金姐脸上的伤疤,她顿时愣在了院地,不可置信地环顾着房间四周,没想到,金姐的父亲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死在了家中,金姐哭诉着承认是自己杀死的家, 其实这个父亲并不是金姐的亲生父亲,她只要喝醉后,就拿金姐当作出气筒,对着她就是一顿拳打脚踢,为了保护自己,金姐不小心拿起旁边的物品砸向了继父,不偏不倚正好砸到了继父的头上,等金姐冷静下来的时候,继父已经彻底没有了呼吸,她不知做错的只好求助泰勒,泰勒也被眼前的一幕下扔在了院地,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,只能打电话报警,金姐属于正当防卫 不会受到重大惩罚,可金姐听后说什么都不愿意,她不愿意给自己家族营修,坚持不让泰勒报警,最终,在金姐在三请求下,泰勒没有报警,而是按照金姐的要求打扫起了现场,并将尸体都气到了河中,等这一切都做完后,泰勒又装扮成金姐继父的样子,在值班人员面前装扮成自杀的样子,跳进了河中, 由于甜色已晚,值班人员并没有看清楚金姐继父的样子,只能说是继父自杀跳进了河里,而当警察将尸体打捞上来后,尸体已经面目全非,只能靠着身上的证件证明,就这样,一场意外在泰勒跟金姐的计划下,被轻松制造了出来,但两人还没有轻松一段时间,警察通过牙齿对比发现事情不对劲,重新对案件展开了调查,很快他们就强目标指向了泰勒。